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這本書《禪》 禪西文讓林鄭氏、霸凌、騎士和思考如何改變的故事 故事是發生在一座辦公大樓裡面,有一隻禪,他和人類一起工作 他努力工作了17年,但是因為他特別的身份 所以他並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或者是尊重 甚至他的人類同事還會欺負他 17年過去了,在禪退休的這一天 他的禪生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變化 這本書是由澳洲的畫家陳志勇所繪製的 在他的繪本作品裡面,其實圖畫的重要性不亞於文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文字雖然少 可是他圖畫的表現力很強烈 所以這樣搭配起來,其實讀者可以感受到很完整的閱讀體驗 那我們現在來細看一下他的圖 就以這一頁來說,他的用色其實很灰暗 所以他就可以感受出來他很冷 你看上司的位置和禪的位置形成很強烈的對比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就是 禪他面對上司的無力感以及無耐感 那同樣的無力感也可以從這張圖畫顯得出來 辦公格裡面空無一人 只剩下一個小小的禪,還在他的辦公格裡面努力的工作 那陳志勇其實有另外提到說 他之所以沒有特別去提禪的出生背景 以及他來到人類世界工作的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這樣子的設定 可以讓讀者在讀完這個故事之後 更能夠有更多的空間去做詮釋 例如說去思考說我們生活上或者社會上 是不是也有人的處境 是跟禪很類似的 不過總觀來說呢,禪其實是象徵著 可能因為某種種原因在這個社會上被壓迫 或者是被剝奪話語權的主群 對於陳志勇來說呢,禪這個角色 會讓他想起他的父親 那他的父親呢,從很年輕的時候 就從馬來西亞移民到澳洲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建築師 可是可能是因為他種族的差異 或者是因為他英文講得不夠好 所以導致於他在澳洲的公司並沒有受到重視 但是呢,他父親退休之後呢 就是把他們家的庭院呢 就是弄成一個大花園 然後整天石花弄草 就是不亦樂乎 就是感覺上好像沒有因為他前半段人生的不順遂 然後影響到他現在退休生活的好心情 那這一點呢,陳志勇其實也把他延伸到了書的設計上面 那我們從非夜的變化上來看呢 其實可以感受到說 就是這樣的變化是如何呼應 禪身為主角的這本故事裡面的轉變 同理跟關心不限年齡 為了大家一起從冷漠走出來 這些被燒生的族群 他們的處境才要被改變的一天 那希望透過禪這本書 希望能夠帶給讀者有些啟發 或甚至是去改變的勇氣